大家好 我是Isabel 那今天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馅饼厨房的这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一开始是 中原院一些老师来跟我们讨论 那开始之后呢 这个专案目前就变成一个 还下面有很多指向的专案 那我们原来的想法是说 因为最近感觉到有一些修宪的声音出来 那我们一开始是希望说 能够去做一些就是去参与草根论坛的一些活动 那也有想过说要自己去办一个草根 就是用G201的朋友们一起去办一个草根论坛 但是去跟那个接触之后 发现就是跟县东盟那边接触之后 发现草根论坛的那个讨论非常发散 然后好像大家能够讨论的基础知识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就觉得也许G201那边可以做的是 来提供一个就是基础建设的工作 那这个基础建设的工作 就是这个是各种意见 然后草根论坛 然后希望能够从草根论坛会诊到修宪版本 可是我们真的进去看之后 发现这个非常的发散 而且就是还没有经过就是一个比较资讯平台的处理 所以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在这这个部分的基础建设的动作 那现在想法有几个 那这一个部分其实我们想做的是让一般人能够了解就是宪法在做什么 然后有用比较浅白的文字来让大家理解 那现在我们有几个子计划在进行中 一个是那个宪法计划CCP的翻译 这个宪法计划是国外的一个宪法网站 他收集了全世界各国的宪法非常完整 那他有针对各部分去做一些Mapping的 就是可以就各国去做比较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会有翻译的一个 翻译跟在地化的动作 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子专案是馅饼食谱100招 那这个什么叫馅饼食谱100招 他本来叫做宪法必考100题 然后其实就是用QA的方式来把一些问题列出来 那就是比如说宪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宪法可以常常修吗 如果没有遵守宪法的话会怎么样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这边有一些那个 就是有规划已经开始进行了 那我们昨天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小小松 那就有进行那个乡名解题法的动作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是要协助解题的话 那也欢迎加入这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宪法游戏的部分 那宪法游戏目前有两个 我把他点掉 有两个做法 一个有讨论过 讨论出来两个scenario 一个是叫馅饼传奇 那他们昨天其实有讨论了非常仔细的叫做 那个什么 预知占领记事就是他们把服贸的 以服贸议题为例 然后去讨论在各个不同的体制底下会导出什么样子的结果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法律分析 对 然后昨天 对他们昨天那个 就是中原用的黄承耀老师跟一些研究生讨论了一整天 那有一些结果 所以有出现一些 有一些scenario 如果对游戏有兴趣的朋友很欢迎再加入一起讨论 那另外有一个是那个苏彦图老师提的自己的选区自己的话 那这个 这个其实昨天那个高中长听了以后就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计划 他就是利用原来Gulie Me Joe已经有的一些基础资料 比如说选民结构 人口数 选举人口数 然后各界的历届的选举资料的结果 还有行政区这些基础资料 然后做一个地图让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整选区 比如说原来我们现在台北市是中山大同选一个 中山大同选一个立委 然后其他还是哪里啊 士林北投选一个 那为什么不是比如说士林跟大同选一个 然后北投跟那个 就是这个选区的划分 其实你去对照后面那个历届选举结果 是会发现他是可以直接影响选举结果的 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体验的机制做出来 大家就会更理解说 选区的划分是怎么样 那之后进一步是 比如说如果立委调整的话 你选区怎么划分 会影响政党的比例 就是地方选举结果的政党的比例 然后再进一步是 但是如果采 比如说连历制或病历制的结果 会影响国会中 不分区选举 呃 呃 政党比例的结果 那呃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有一些参考连结 呃 有兴趣的也可以 就是 一起看这样子 那大概 另外就是动线法的部分 那个 一梯他现在每天 就是那个一梯不如他每天 每个礼拜会花一天时间在动线盟那边 帮忙做一些就是资讯化的动作 那因为他还没有来 没关系 等他来以后也许他在做补充 那大概现在我们进行的状况是这样子 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很欢迎到这边来看看 看你们对哪部分有兴趣可以来一起讨论 这样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讲 等会有人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没有 还有人要提案的吗 不知道要自我介绍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先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就是讲说你是谁 然后你的专堂是什么 然后今天想要做什么 这样子 我们今天事实不合上 在这里 我们去看